来观察风水 来关于老师教教大家 家里什么样的风水摆设 可以为我们招来所谓的贵人运 然后让我们能够在外面走跳的时候 有客山 靠山要坚强 越靠越好的时候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 最简单的每天你在家里面要睡觉 睡觉的位置至少你有六个钟头 要在那个卧房 那这个床铺就很重要 所以床铺怎么做呢 床头要有床柜 左右要有边柜 所以上面乘的需要有床头柜 有床头柜床柜 床柜就穿柜 床柜就有床柜 睡在这里可以吃到好的柜柜 还有我们在後面 在前头上就是我们在後面 所以我们在後面有靠山地 所以代表你的床 后面的床部绝对不可以说 床直接靠到墙 没有一个床板没有床柜 所以一定要床柜的时候 就可以带来很坚强的后靠柜 后靠的贵人说要有靠山 那这还有什么 你有后靠贵人之后 还要你的左右贵人 你的旁边的 你的大老板 老板下面还有总经理 还有经理 他们这些又是你贵人 还是还有你的同事 同师兄弟 对我们的 会有帮助的贵人 所以要怎么样 在床的左右 床的左右 还是要有贵人 所以有床边贵 所以说 左右床边贵 就是阴阳贵人 老师澳门光有床头板不行 床头板但贵人不强 所以能够有位置最好 所以如果排得下 大柜小柜都可以 至少有空间 有空间 所以如果你要做 床头板不要很薄 这一块板都没有 你至少要厚一点的 有厚度 它的贵人就会明显出来 所以后靠要坚强 所以我们要找 后头老板坚强才有用 后头老板很薄的 他对我们的力量就减少 所以特别注意 这些方法 第一个没有 第二个 第二个如果没有 我们要怎么去摆 第二个完成 床部没办法弄到了 因为空间不够大 现在房子小 没办法 那我们怎么做呢 宰屋的明堂方 明堂方就是房子的采光面 看出去的正前面叫明堂 所以你的房子窗台的那边 采光进来窗 我们窗户的窗台 这边叫明堂的方面 好 放一条海参 比价 海参 所以这个比价 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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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放比价 你放海参 所以比价 比价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比价很容易找 就像这个是一个石头 最好的是石头 石头它是很坚硬 而且是原始的矿石 土地里面长出来 结晶出来的石头 它的贵人 就会比较明显 比较坚强 如果再没有的话 你就可以找不到这种石头 你要用什么 就是要用金属的 用金属也是很坚硬的 跟人造 至少人造 所以说两者比较之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你有石头这种贵人的时候 这种比价的时候 就会代表是什么 你这顺其自然 就是贵人就会来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那个金属的 金属 现在很多金属的比价 但这金属的比价 就代表自己努力还要去争取 所以贵人当中有分两类 一个石头的材质跟金属的材质 但是又有不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要希望说 我来的事 我不要努力 只要我拼了 只要摆了之后 自然就会有人来搞 让我做贵人 贵人自动会想要我 那这个就是 你是找那个石头雕刻的 盐矿石头雕刻最好 但没有了 我找不到的话 金属也可以 金属 但是你用金属的时候 自己在处事的态度 要头要软 头要软 可以上头 其实有很多事情 所以贵人 所以说要招了好的贵人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让我们有好的靠山 有好的贵人 各位做参考了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